继续我们的两会财经观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确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用电 在2021年我国曾经一度出现电力短缺的情况 那么今年在各方面压力依然存在的情况之下 电力又该如何保障呢 我们来看两会记者在制造业大省浙江的采访和观察 在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基地浙江宁波 记者走访了不同领域的多家工业企业 了解今年的用电情况 在一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 负责人告诉记者 受冬奥会的带动 今年一季度企业的订单源源不断 工厂在24小时加班加电生产 而去年工厂因为限电损失了一些订单 比去年稳定多了 去年一周可能会停三天左右 今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停过 电没有的话我们一千都没了 保订单保员工保市场 在另一家大型风电设备制造企业 一季度的订单也快速增加 企业正在为今年的用电高峰做准备 到目前为止 企业还是用电这一块了 还是满足生产要求的 我们内部在节能改造方面 也做了深入的挖掘 还有不少企业选择通过技术改造 来适应错峰生产 用机器人来替代原有的传统产线 以减少高峰时的用电压力 我们机械的目标就是按照24小时 能够正常的不断的运行 能耗也会降低40%左右 我尽力的iPad可以在低谷状态下的用电 用电企业加班加点完成着手里的订单 而在另一端的供电企业 也已经开启了高负荷运行状态 位于宁波的北伦电厂 承担着保障浙江省电力供应的重要任务 电厂负责人介绍 今年2月份 电厂四台燃煤机组 完成发电量14.78亿千瓦时 超过计划电量24% 这也是近年来首次出现 煤电这一块保供的压力非常大 像昨天我们全厂的机组 平均符合力91% 也就意味着大多数时间 机组都是满发状态 为了确保高峰时的用电需求 本轮电厂正在加紧组织 落实全年电煤的供应 电厂负责人林志峰说 这是他们现阶段最重要的事 把我们煤炭保供的工作给做好了 因为口粮最重要 今年的口粮这个总体的量 我们觉得会很大 油可能会超过830万吨 林志峰说 去年煤炭价格的快速上涨 让他记忆犹新 煤价一度突破了每吨2000元 市场煤炭紧缺 电厂的成本压力加大 这也是导致用电紧张的重要原因 为了稳定煤价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的通知 明确了电煤中长期协议价格 在每吨570元到770元 市场预期稳定了 这让林志峰也松了口气 假如说价格可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那我们对做好保护工作 肯定是更加有信心的 陈世宏是国家能源集团浙江地区的煤炭采购负责人 近几天他带着公司的采购团队 正在和上游企业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 现在的煤价比去年是有所下降 这个价格是兼顾了电力企业 也兼顾了煤炭企业 签订的都是100%的长血 我们责心的价格都在发给予要求的合理区间内 电力保供 除了确保电力企业稳定供电之外 电网的整体调度也至关重要 今年2月份 宁波经济复苏强劲 用电同比增长幅度达到29.14% 在宁波电网调度中心 负责人陈东海介绍 由于当地新能源占比高 发电不稳定 需要实时来调整煤电 气电等其他电厂的负荷 也达到了20%以上 但是新能源全年的发电量 仅在宁波的5%左右 那么今年我们也是加强 我们燃煤机组的应发进发 保工业生产 还有保居民用电 为了提高用电高峰的调节能力 宁波市近期把一些写字楼 商场冷库和数据中心的空调负荷 统一管理起来 用电高峰到来时 可以随时降负荷 这就是我们安装在这个用户这边的一个传感器 在用电高峰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调节这个符合的指令 下发到这个中端 以前是最高符合的6%左右 同样是为了解决新能源不稳定的问题 在内蒙古的乌兰查部 全国首个电网友好绿色一体化示范项目 已经并网发电 缓解快速增长的电力缺口问题 那么在新能源大发的这个时候呢 通过储能能够做这个整个的电量的平移 在复合的这个高峰时段 通过储能的放电 满足这个电力的需求 同时呢复合测我可以做到精准的控制 根据中电联的预计 2022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迎风度下和迎风度冬期间 部分区域电力供需偏紧 预计2022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8.7万一千瓦时到8.8万一千瓦时 同比增长5%到6% 各季度增速总体呈逐渐上升态势 我认为在2022年 电力的供需平衡来说 总体上还是处于一些仅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么煤电仍然是基础能源 脱地保供 这个煤电的职责它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 在2022年 煤电和新能源的优化组合 也将为电力保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煤电机组它还是电力运行的主力 但是大的方向是要加快提高 非化智能源 特别是可载智能源的电量的供应 新能源和煤电的油化组合 经历了2021年的用电紧张 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 保电就是保增长的深刻含义 那么据测算 2021年 每发一度工业用电 将带来8元钱的工业附加值 那么当前 保电还要看煤电 目前国内煤电机组平均服役年龄12岁 按照服役总年限计算 正处于轻壮年 而另一方面 作为煤电的口粮 电煤的价格 有望今年保持在合理区间 这些都为今年的电力保供 创造了有力条件 能源的绿色转型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应为力先破 而应先力后破